我们要来继续看大家最喜欢的Google Trend单元 那在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国 好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这次的热搜关键字是什么呢 是这个Sedney Sweeney 她是谁 她其实是美国一名24岁的女明星 啊就是照片中最右边这位 可以看到其实身材非常的火辣 然后长得就是非常的漂亮这样 所以她其实在这个IG上 有一千多万的粉丝来追踪她 但为什么她会成为热搜话题 不是因为她长得这么漂亮 主要是因为她前阵子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是她帮她的妈妈庆祝60岁的生日 然后一家人玩得很开心 然后PO出了很多让他们派对的照片 但没有想到这个照片意外引起一些民众跟粉丝反弹 就是因为说呢 你看这张照片最左边这个人 她戴了一顶红色的鸭舌帽 而这顶红色鸭舌帽其实是 它上面其实有印字的 它印的字是Max 60 Great Again 她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是她妈妈60岁的生日嘛 所以他们就特别定制了一个就是 让60岁再次好的意思这样子 但是没想到这个意外跟前总统川普 他当时候在造势的时候 川粉们戴的帽子的款式其实很类似 也是红色 也是红色 而且他的这个标语啊 写的就是跟他差不多 他写说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所以就让很多这种比较激进的粉丝们就觉得说 那你这个女美心你是不是是传粉 就引起大量的人去她的IG那边留言啊 攻击她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其实网络还是蛮多人不太理性哦 对就是因为一顶帽子 然后就演发这么多问题 那对此其实这个希德尼她也站出来反驳 而且她一点都不怕 她就站出来唱一下说 她其实一场单纯的妈妈生日派对而已 希望不要演变成这个政治倾向的宣言 也希望大家可以停止这种无谓的猜测 对我看粉丝也有讲说 其实不管是不是喜欢谁支持谁 也都是每个人的权利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真的不应该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踏伐别人 我们是用民主社会用尊重方式是最好的 好我们看完美国之后 接下来就来看英国 英国的这个热搜就是Liverpool 就是利物浦 那这是英国的超级足球联赛嘛 那当然27号在自驾的主场安非尔德球场举行 那这一次原本是跟博恩茅斯来进行比赛 但这个比赛的焦点不是跟这个比赛之间有多激烈 因为我们常看到这个球赛大家都是关心 很紧张 对很紧张很激烈 结果是在比赛第九分钟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 这个观众起立鼓掌 因为要纪念一名九岁的小女孩 发生什么事情很好奇嘛对不对 这九岁小女孩呢叫做奥利维亚 他跟妈妈是生活在利物浦 结果在22号这一天 家门就传出一个骚动 就他们就走到门口查看 就有一位35岁的毒品烘气犯 结果冲向屋内 然后随后又有两名的枪手也想闯入 结果他们就想说 赶快关上门把枪手挡在外面 结果这枪手就直接从门缝 朝着里面开枪 结果子弹就击中了小女孩的头部 所以小女孩就身亡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当地觉得说 实在太可恶 而且很嚣张 直接冲架人家门 而且还把小女孩给弄伤亡了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 利物浦的当地这个比赛当中 那利物浦的全场的球迷就高歌来唱 球队的应援歌曲 你永远不会独行 那是表达说对这件事情的哀悼 那也安慰这个奥利维亚的家人 所以与他们同在 所以这个比赛 原本可能大家会认为应该比较激烈 但因为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大家确实是比较难过的心情 那我们看完这个难过的心情之外 我们转换一下心情 我们来看到日本的关键字 而他是谁呢 其实大家应该对他都不陌生 他是知名的日本球星林木一郎 非常红 对他其实真的很红 但是其实看到他现在有年纪 他现在已经没有在这个美国职棒打棒球了 但不过呢 他过去在这个美国职棒的水手被效力的时候 他可以创下多场赛季最多安打记录 结果没想到他在去年11月的时候呢 被水手水手队来宣布说 林木一郎他可以获选进入水手的名人堂 而他也是水手队名人堂的第10位进入入选的球员 那在这个月28号的时候呢 水手队他也在他们的球场举行了一个正式让他进入名人堂的仪式 那可以看到他当时候这个仪式吸引了超多他的球迷跟粉丝进场 而且林木一郎他这个人他也非常的感性 他进到这个球场的时候呢 就先用英语来做了一个演说是谢谢球迷 谢谢他打球的球办然后还有前辈们 另外他最感谢的还是他的太太 他就是对太太说就是他这几年打这个棒球很辛苦 谢谢他一直这样子支持他支持他 他现在才可以进入这个水手名人堂 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女人 对但是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 大家应该最近也很知道是另一名一样是打大联盟的这个球员 他是大谷祥平大谷祥平他们水手队特别请了大谷祥平来录了一段祝福的影片送给林木一郎 然后大谷祥平他还说了 他说林木一郎是他从小到大的偶像跟目标 然后他说他虽然林木一郎现在退休了 但他之后也会继续朝他的方向来继续迈进继续加油 看起来日本对这件事情必定很疯狂 因为都是非常有名的选手 对没错 好看完日本我们接下来看韩国 韩国这个热搜话题一出来 这个我看各界也都是非常的轰动 就是BTS哦 他其实已经红到美国了 很厉害的团体 那但是他们在最新的状况是说 10月15号这一天他们要在釜山举办大型免费的演唱会 哇听到免费大家更疯狂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有个免费演唱会呢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声援釜山争取2030年世界博览会的主办权 那开放会有10万的观众入场 那甚至有在这个客运码头的停车场还会有转播 那开放1万人 所以总共有很多人可以看到到现场 当然是想要冲到现场去看嘛 那这件事情看到这边会觉得还不错 而且觉得BTS很棒对不对 但问题是就有商人哦 是用这个演唱会的机会再赚一些不异财 怎么说呢 因为开始就有大家抱怨说 这附近的住宿全部都调高价钱 甚至有人还很坏哦 店家单方面的取消旅客的预定 然后抬高价钱之后再往外卖 所以大家就爆炸啊想说不行啊 这个明明就是要帮我们釜山来争取2030年的世界博览会 那你现在这样做不是更笑掉大家大哑吗 那当然现在的这个感觉有一点点不好的讯息 所以地方政府也赶紧的要赶快来开一些会议来进行 不过我们来看它这个价钱到底有多夸张呢 他们比前一周都上涨了两到五倍不说 还有说饭店一个晚上已经高达350万韩元 这个新台币大概是8万元 很夸张非常夸张 但或许有粉丝会觉得说既然是免费的 那我花8万元等于去看一场演唱或许他们觉得可以 但是也让商人就看到一些缝隙嘛 就可以钻漏洞 但是真的要谴责BTS是很好利益良善的要去帮忙争取 就反倒被商人结果被这样子美意都被破坏 所以上了热搜现在韩国人就很关注这件事情 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香港的热搜关键字 这个大家一定也是不陌生就是山顶缆车 因为你过去去有打过吗 打过 因为其实山顶缆车它很酷 它就是你搭了之后 它是短短大概8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你可以上到他们香港最知名这个太平山山顶吗 那再上去之后你可以在高处 你要看整个香港他们的市井 晚上去更美 对还有那个维多利亚港口这样 其实真的很漂亮 但是就是因为它有一些设备要更新 跟这个车上要更新 所以他们其实从去年开始的时候就停运了 然后整件这样子 那他们其实花了大概8亿的港币 就大概台币30亿 整件大概一年多时间 在这个最近的时候重新开放了 那可以看到重新开放之后 大家真的香港当地人超开心 就每个人都抢着要去搭 那他们这个其实是这个第六代的 第六代山顶缆车 那他们加装了什么新的建设呢 就是他们在这个车厢内上面装了天窗 等于说你上面景色可以看的更多更漂亮 像刚刚一轮讲到晚上去的话 或许天气好 搞不好还可以看到星星 所以大家就很开心 那另外他们的座位其实也比之前更多了 增加了大概到210人 一趟就可以坐这么多人 不过你看他增见这么多了 他的费用也是有调涨 他涨了来回票涨了将近一倍左右 等于说你现在一个人来回港币就要88元 大概是台币340元 就真的是蛮贵的 那香港当地的声浪其实就有点不一啦 因为有些人就是会觉得说 我们其实就是去看这个一趟这样子上去看 其实很开心即使花这么多钱 他们也不会觉得说真的到很贵 但有一些香港人就会觉得说你们政府就是在 我们都是当地 我们也不是观光客 我们只是市民 然后结果就说 应该便宜一点吧 对 那他们也没有 没有所谓的市民优待票 大家的钱都是一样 所以就因此上了这个香港热搜关键字 好看完香港之后 我们就要来看台湾了 台湾的关键字我蛮惊讶的是数位发展部 原来大家也都蛮关心这个政府有新的部门 因为这新的部门的这个首任部长就是行政院的政委员唐凤 他在27号的时候正式挂牌了 那蔡总统也宣誓说就部会接下来有五大任务 确实蛮新颖的 因为数位发展确实是接下来每一个国家的重点项目 但问题是这次数位发展部的预算高达211亿元 这么多 对而且他里头的这个人有大概是五成比例 就是一半的人都是采取约聘人员 所以现在就引发质疑哦 因为在野党很多就觉得网友也质疑认为说 这会不会成为一个合法进驻网军的部会呢 而且甚至有没有可能因为是约聘人员嘛 所以你不需要公务员的这个考核 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招聘的程式就来到这里头 会不会有一些思乡授受的情形 这是大家会比较有忧虑的 不过唐凤本人就强调说 知信安全的这个保障啊 绝对不会成为数位时代下的老大哥 他是一再的澄清说他们绝对是这个奉公手法 绝对会按照大家的这个好好把预算 都花在刀口上面这样子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新加坡哦 新加坡热搜关键制是F1新加坡 这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F1在这个新加坡 举办的大奖赛 而这个赛事其实从2008年就已经开始举办了 不过最近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因此停办哦 那新加坡政府他们其实算是因为疫情 但他们也跟官方重新续约了 重新续约了之后已经拟定好了 今年要重新来办 而且这个日期就定在9月30号到10月2号 这几天要举行了 那这个日期定好了之后 就让就是个全球的赛车迷 他们就很期待 就觉得说哎 终于这个新加坡大奖赛要重办了 所以大家就开始订了一些机票 跟这个要前往新加坡当地来旅游 就是为了看这个新加坡大奖赛哦 那其实新加坡交通部长 他们看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他们超开心的 因为前两年 对因为前两年因为疫情嘛 不只是新加坡 其实各个国家都是就是都没有什么观光 人潮 然后因此这个观光产业很受挫 经济也有有多少有点影响了 那现在因为这个赛事要重办了之后 新加坡总部长说虽然现在才8月底 但售票的状况已经超越2019年的26.8万人次 说可见得有吸引这么多20 将近30万人要来这个新加坡 参与这场盛事 因此他们也很期待说到时候 可以带来很大笔的观光财 对因为人潮就是前潮嘛 所以大家都希望赶快可以让很多人来观光 才能赚钱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